你知道东南亚最致命的十大生物吗? 第一名导致75万人死亡,号称人类屠夫 你知道仅0.1毫克毒液就能毒死60人的动物是什么吗? 地球动物千千万,可并不是所有的动物都是人类的好朋友 有些动物被称为生命的禁区 本期地球最top将盘点东南亚国家最致命的十种动物 欢迎点赞评论加订阅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第十名,科莫多巨蜥 又称科莫多龙,是世界上最大的蜥蜴之一 分布于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岛及周边小岛 那你知道这货有多大吗? 一般一只成年巨蜥可长至3至3.5米的长度 体重可超过70公斤 有一条约占身体三分之一多一点的粗壮的尾巴 这条尾巴不但能灵活地扫机,还能够作为后肢的辅助 咱就是说就这长度已经和一头狮子差不多了 仅体型就能横扫一片 科莫多巨蜥具有强大的捕食能力和攻击力量 体型庞大且具有强壮的四肢和锋利的牙齿 它们以猪、鹿等大型哺乳动物为食 捕食时会利用强大的恶部力量咬住猎物并造成致命的伤害 每当猎物接近攻击范围后 它们会突然爆发出3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扑向猎物 它们生性喜欢吃腐肉 所以口腔中的唾液布满了细菌病毒 它们咬合力并不强只有20公斤 但是耐不住细菌多 数十种细菌一旦进入人体或者猎物体内 不出数分钟必死无疑 第九名 苏门达拉西 苏门达拉西又称亚洲犀牛 是世界上最小的犀牛物种之一 是亚洲唯一一种分布于印度尼西亚苏门达拉岛的犀牛 犀牛这种动物 无论从体型咬合力还是速度来讲 都是天生的捕猎者 一般一头成年的苏门达拉西体长约2至3.2米 肩高约1.2至1.5米 体重可达到700至1000公斤 仅这体型就不是一般动物能干得过的 一般在野外犀牛的天敌只有大象和人类 其次他们的咬合力更是赶超老虎两倍高达816公斤 而权力一击的力量更是能达到900公斤 就这一口下去 别说人了 就是铜墙铁壁也得咬成碎片 再者他们的速度也很快 能够达到每小时约55至56公里 他们拥有肌肉发达的后腿 当他们全速奔跑时所带来的冲击力相当于一辆小型货车 这种力量几乎没有生物能抵挡得住 并且他们拥有厚如盔甲的皮 咬合力小的动物根本咬不穿 就这要体型有体型 要速度有速度 有盔甲有盔甲的 他不称霸谁称霸 第八名 巨型花斑蟒蛇 巨型花斑蟒蛇 又称巨蟒 是世界上最大的蟒蛇物种之一 主要分布在热带雨林和沼泽地区 巨型花斑蟒蛇喜欢湿润的环境 通常生活在靠近水源的地区 如河流 湖泊和沼泽 它们在树上 水中和地面上都能活动 与大部分蛇一样 巨型花斑蟒蛇是巨大的独居动物 它们没有什么社会活动 只是在胶尾和铲仔时 几条相同种类的蟒蛇才汇聚在一起 巨型花斑蟒蛇是典型的肉食性动物 它们体型庞大可达8到11米长 以其他哺乳类动物为食 一般它们捕食的方式就是死亡缠绕 它们会敲咪咪地靠近猎物 然后用巨大的嘴将猎物咬伤 然后进行它们的死亡缠绕 它们的体型和恶部力量 使它们能够捕食较大的猎物 一般它们进食一只大型动物后 可达数月不用再进食 你知道海洋第一杀手是谁吗 接下来盘点东南亚最致命的十大生物 第七名 香水母 香水母是世界上毒性最强的动物之一 它们外观美丽 很多人就是因为它们的外表被吸引而来 最终不幸被毒死 俗话说 越美丽的越危险 越危险的越致命 它们的身影可以说是遍布世界各地 只要是温水领域一般都有它们的身影 据了解香水母的毒素 仅0.1毫克就能杀死60个成年男性 皮装鹤顶红都没有这样的威力 其次它们每个底部的脚上 有多达15根触须 也就是说一只香水母可能有60条触须 每条触须可以长到3米长 含有5000个细胞 而这每一个触须都能轻松给人带来极致的疼痛 甚至是引发心脏病等 一旦被折 受害者甚至无法回到岸边直接溺水身亡 香水母有24个眼睛 在水中的游素可达每小时6.5千米 它们的外形酷似一个方形箱子 因此得名香水母 据了解 每年至少有200至400人死于香水母遮伤 这还不包括被遮旦幸存下来的人数 所以喜欢野游的配朋友一定要擦亮眼睛 第六名 马来熊 马来熊又称为亚洲黑熊 是一种中型熊类动物 是世界上最小的熊种之一 马来熊有着短而密集的黑色或暗棕色背毛 它们的身体短小结实 背部有一个很显眼的浅色印记 形状有点像微霍油 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地区 包括马来西亚 泰国 印度尼西亚和缅甸等国家 它们体型不大 身高通常不会超过1.5米 体重27至75千克 民间传说中的水鬼照片 也只是脱了毛的马来熊 马来熊虽然个头小 但是它的战斗力可不小 马来熊是比较典型的林奇动物 主要生活在海拔1500米以下的热带 亚热带雨林和阔夜林中 它们十分善于爬树 常在树上搜寻植物果实 或蜜蜂潮雪等食物 马来熊极具侵略性 以每小时57公里的速度跑 由于栖息在热带 亚热带地区 常年气候温暖甚至是炎热 因此马来熊也是唯一一种 从来不冬眠的熊科动物 第五名 野水牛 野水牛 也被称为亚洲水牛 是一种大型哺乳动物 是世界上最大的野生牛类 虽然它是食草动物 但是它的战斗力 可不比那些是食肉动物差劲 野水牛主要分布在 南亚和东南亚地区 它们主要栖息在沼泽地 河流和湖泊周围的草原和森林 等湿润环境中 野水牛是半水期动物 擅长在水中行动和游泳 野水牛的体重通常在 600至1200千克之间 体长可以达到2.5至3.5米 肩高通常在1.4至1.9米之间 就这体型就比很多食肉动物要大 其次野水牛的脚是其显著特征之一 它们的脚长而宽 呈弯曲的形状 脚的长度通常在60至120厘米之间 就这一对尖角就能轻松刺穿猎物的胸膛 在非洲大草原上 它和狮子猎豹犀牛大象并称为非洲五霸 可想而知它的战斗力有多强大 而且它是非洲雄狮的天敌 非洲雄狮的战斗力可不能说弱 能成为它的天敌 那又能差到哪去呢 第四名 亚洲象 或许在大家的印象中大象对人类十分友好 且憨态可居 那你知道一头大象的战斗力有多强悍吗 大象是现存陆地上体型最大的哺乳动物 亚洲象的体长通常在5至6.4米之间 体重通常在4 000至5500千克之间 它们的体型便是它们最好的武器 在野外除了人类大象可以说是无敌的存在了 老虎不敢惹狮子也害怕的存在 其次它们那2米长的大象牙也是它们的武器之一 一旦大象被惹急了 它们的象牙可以轻松刺破任何生物的胸膛 而且大象的象笔也不是摆设 当大象进行攻击时 锦象笔产生的力量就是东北湖长激励的十倍 甚至连碗口大的树 它能靠鼻子连根拔起 也可以瞬间卷起几百公斤的物品 如果这些都不足以下退你 那它的权力一击保证让你命丧于此 亚洲象的最高奔跑速度通常在 25至40公里每小时之间 当它全力奔跑并撞上你时 所产生的力量相当于被一辆轿车 以差不多60公里每秒的速度撞击 你见过每年导致75万人死亡的动物吗 接下来盘点东南亚最致命的十大生物 第三名 蜿鳄 蜿鳄是最大的鳄鱼物种之一 在湿地动物之中 蜿鳄就是站在食物链顶端的王者 它们的强大一部分来自于它们那庞大的体型 一部分来自于那强大的咬合链 一般雄性蜿鳄的体长通常在5至7米之间 最长的个体可以达到9米以上 体重可以超过1500公斤 紧着体型它就能在动物行列中横着走 而这货不仅吃动物连人也吃 据了解在菲律宾曾有一条蜿鳄 在短短一周的时间里伤了10条人命 因此它获得了杀人鳄的绰号 而这些都只是它的开胃小菜而已 你知道蜿鳄的咬合力有多强大吗 它的咬合力是东北虎的四倍 高达2000公斤 就这一口下去 别说什么乌龟壳了 就是厚厚的城墙也得咬穿 因此作为地球上最凶猛的爬行动物 丸鳄因为对周围的人类和牲畜 有很大的威胁性 所以出门在外一定要小心这凶猛的野兽 或许憨太可居的鳄鱼 也就只有我国的养子鳄了 第二名 印度之那虎 印度之那虎是虎的一个亚种 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地区 它们体型庞大 成年印度之那虎的体长可达2.5至3.1米 肩高约1.1至1.2米 体重可达200至300千克 印度之那虎具有强壮的肌肉和敏捷的身体 是顶级捕食者 在东南亚可以说没有对手 它们拥有强壮的身体和锐利的爪子 能够迅速捕捉和制服猎物 而且猫科动物天性敏捷 速度快 印度之那虎的速度可达每小时70公里 也就猎豹比它的速度快点 印度之那虎是领地性动物 它们的领地意识极强 一旦遇到别的动物来争强领地 便会殊死搏斗 一般它会采用伏击的方式 当猎物一步步靠近时 突然冲出来将猎物狠狠地压在身下 然后利用尖牙咬住猎物的搏梗 它们的咬合力也十分强大 当印度之那虎全力一击时 咬合力可达550公斤 掌机力也可达250公斤 就这力度什么猎物能逃脱呢 第一名 蚊子 说起蚊子应该很多人都懵劝了吧 蚊子为什么能排名第一呢 其实蚊子本身不可怕 但是它体内携带的病毒才是最恐怖的 蚊子是传播疾病的主要媒介之一 它们可以通过叮咬人类和其他动物 将病原体传播给宿主 像猎解 登革热 黄热病等众多致命疾病都是由蚊子传播的 每年死于蚊子传播病毒的人高达70到75万人 看到这个数据 你还觉得小小的蚊子没有杀伤力吗 或许大多数人被蚊子咬伤后都是长一个大包养几天 但是世界上几乎每天都有因蚊子传播的病毒而死亡的人 其中儿童和老人居多 当蚊子在咬你时 他们利用口气插入皮肤进行吸血 在吸血的过程中病菌就会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到人体 而瘧疾和登革热一旦被感染了 如果是比较贫穷的地区 那基本就只有死路一条